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3月5日,缅因斯想击溃史浩克 星期六凌晨,德甲率先上演一场较量 届时联赛最差队伍,史浩克04张主营缅因斯 虽说客军缅因斯目前正面临极大的呼吸压力 但联赛至今,即分营未上伤的史浩克 表现更惨绝人环,今次哀兵相遇 赛季表现更好的缅因斯,都是更值得被看好 史浩克目前阵中相缘超多,包括法曼、拿斯达石 和帕斯恩西亚在内接近一套正选阵容的球员 都有不同双情缺席 在排兵部阵方面,确实有点考虎难为无米之吹 更何况,经常换税的他们都迟迟未能找到合适他们的考虎 23轮过后,史浩克仅仅赢过一场球 惨淡到没有朋友的成绩,似乎预定了一个降班的名额 0.7比2.65的德塞球比,和-45的球差 都令史浩克坐实得夹最差的队伍这个称号 而何柏作为他们的头号射手,目前只拿到5个入球 除了他之外,根本不能指望其他人能够为队伍作出贡献 这次主营护级对手之一的缅因斯,史浩克想赢,都难比登天 缅因斯很多方面都要比史浩克出色 首先他们双元更少,只有费南迪斯一名双元高挂免战牌 其次是积分要比史浩克多8分 然后在近况,他们最近展现出不错的护级势头 过去六轮能够斩获三胜一两负的不错战绩 当中对手就有阿比来比石,利华古迅,和武迅加柏这些硬骨头 而同利华古迅,以及武迅加柏的两场战役 军为作客出战,这个绝对会给他们增添多少底气 需要指出,在这六场之前,缅因斯同样只拿到一场胜利 球队在进攻方面明显存在更多变法 奇云使道加最近联赛作客连场破门 而除了他之外还有尼卡哈迪和安尼斯和能够站出来 中上所述,今次缅因斯,仲有望成为今次护级之战中 更有望笑到最后的一方 你听着的在安波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